We are living in a rented house, in a housing area. 我想一下这个庙的历史,一开始呢,奉献者是在一个居住区,他们住在一个住在的房子里。 And they would have regular programs, they would do Mongol arty every morning. 他们每天早上呢,都固定的有 Mongol arty,早上登仪。 And every evening, they would have evening arty, do kirtan, put in Modanga and Kartal. 而每天晚上呢,他们有晚上的kirtan,他们打着脑搏和Modanga堵。 Now, in England, in England, if you do this, you'll call the police. 如果你在英国这么去做的话,很可能会招来警察。 And the police will come, and they can't do this, no, and the country will go this night. 警察一定会过来敲门,你们在这里制造噪音,停止噪音。 But Malaysia is quite a liberal country. 但是马来西亚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国家。 因为马来西亚的国教呢,是伊斯兰教。 所以他们当地的人每天五次进行祈祷。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rning prayers, right? Morning prayers, what time is it? 6.6 o'clock.6 o'clock.6 o'clock morning. Not before 6.6 o'clock.6 o'clock morning. Not before 6.6 o'clock. Not before that.I know in India, in Kaukada, they have 4.30. Morning prayers, in Bali, 4.15. Morning prayers, in Bali, 4.15. I could always hear in Kaukada Dampo, I could always hear in Kaukada Dampo, I could always hear the Islamic mosque, the mosque of India, and the Quran. And in the Quran. Kaukada Dampo says, 在马普的扎格纳的庙 他们是坐落在穆斯林区 然后他们每天早上就大声的播放 Hara Krishna 天坦 在这个国家呢 每年他们都会举行三十次的谈 他们这个谈车呢会经过大街小巷 新加坡是不允许在街上设谈车节的 他们是在一个足球场办谈车节 室内独车场 他们就在足球场 绕着足球场拉着谈车 但虽然马来西亚呢是穆斯林国家 却允许我们在许多地方都举办谈车节 就像在马利尤甲每年的1月1日 在新年那天都举办谈车节 如果你们能够在新年那天1月1号 他们就能赶上他们举办谈车节 在马六甲这个地区呢 大部分是华人 还有少数呢是马来人 印度人 在马六甲大部分呢都是华人 在政府部门呢也大部分都是华人 只有一两个当地的马来印度人 如果你们在马六甲这个城镇旅游的话 会看到有很多中国中式的庙宇 就是当外面的人首先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他们乘船就首先就下船的时候 就首先登陆马六甲海峡 所以这里相当于一个堡垒 有时候在马来西亚呢有古吉拉特邦的人 但是在马六甲这个地方呢是 在马六甲绝大多数都是古吉拉特邦的人 虽然父亲者呢在这里 邻居邻居也抱怨 但是他们呢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们只是抱怨说 你们那个制造的噪音太大了 结果呢有一天呢政府部门的人就来了 他们就跟封建人说 嗯你们看我们给你们一片土地 所以你们在这片土地上啊建造你们自己的这个大楼 而且呢我们给你们的这块土地呢 嗯这上面没有很多的居民 所以你们也不会打扰到别人 所以当父亲者们首先来到这片区域的时候呢 就现在的这周围的这片居民区当时没有的 就是那旁边的有个饭店啊 好运饭店当时是好运饭店是后来才盖起来的 一开始没有这个好运饭店 现在呢就在马路对面呢有更多的楼盖起来了 但是当政府一开始允论给奉献者提供土地的时候呢 这片是荒芜的地方 荒芜人烟的地方 但是奉献者呢 他们就来到了这片荒芜人烟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建设了 奉献者们试图扩大土地 但是呢这回呢 但是这回呢 但是这回他们不会免费的给奉献者提供土地了 他们奉献者必须得掏钱 奉献者有个计划 就是想要盖一个好几层的楼 好让来访的奉献者居住在这里 因为我们现在的现有的只是一个庙宇 当时呢只有一个奉献者常住在这里 Maharaj也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Tribikram TK帕布也在这里 我们希望呢 未来我们可以盖一座楼 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居住 because there's a nice young generation young people you can see the young man but for there for the future you know so you need to have a nice more facility 我们看到呢 有这么多年轻的年轻一代的年轻人 所以为了他们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设施 so you were speaking about the most of nature so Maharaj said he usually speaks about the mother goodness I usually speak about the mother passion 就刚才呢我们在楼下讨论物质安三形态 Kavachana Maharaj呢 他以前讲课的主题呢 会讲善良形态 而Maharaj说他自己会讲激情属性 and the mother passion is more popular today than the mother goodness 因为当代激情属性呢 要比善良属性呢更为盛行 people you can see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啊 HongKong i was in Hong Kong and they had a big sign up and said ah and said It down It down It was an advertisement for some Italian restaurant you know and it said It It Central I Dr aquesta 就是当阿尔子在香港的时候呢 有一个大的广告牌 一个大的牌子 那上面写的就是说 你吃意大利的食物 就意大利的食物 然后呢 你过激情的生活 在桃园吃饭 然后再去热烈的心情 意大利 不是意大利 它是意大利 意大利 是意大利的食物 过激情熟悉的生活 因为在香港 意大利食物呢 非常人喜欢意大利食物 而且意大利的食物 而且意大利的食品呢 它们特别激情 不是 不是 这是在香港 我当时在马来西亚的那地方 有一个饭馆 然后那个饭馆的招牌 就说 来吧 来品尝激情吧 有些人呢 就是无辣不欢 如果没有足够的调味品 它们就不会吃 如果就是水煮的 它们就觉得是淡然无味的 它们就根本就不会碰 还有就是这个新款的轿车 新款的摩托车 它们就会 让它充斥着激情吧 来点激情 在马六甲呢 在马来西亚因为交通 公共交通设施不发达 所以人们都要买摩托车 在马来西亚的人比新加坡的人要幸运 因为他们都有轿车 因为他们没有公交车 在新加坡呢 他们为了减少这个轿车的数量 他们就会把这个轿车的价格加倍 来征收更多的税 好限制轿车的数量 而在香港它的汽油的价格 是其他地方的两倍 因为香港他们不希望更多的轿车 会限制这个数量 但是香港的公共交通设施 是非常发达的 但是在马来西亚这里呢 公共交通设施不是很发达 因此会遇到堵车这种事情 所以不管是骑摩托车 还是开轿车呢 这个司机呢 他都有很激情 他们因为开摩托车呢 很容易遇到车祸 所以在医院里会经常看到 开摩托车遇到车祸的人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边界 马来西亚人呢 会去新加坡上班 所以在那里呢 就有很多这种车辆的穿行 因为新加坡的它这个价格物价 是马来西亚的三倍 当然新加坡的 它的薪水呢 也是马来西亚人的三倍 这两个国家以前是一个国家 后来分裂了 当初它们两个国家分裂的时候 这两个国家货币的下值是等价的 但是现在呢 一个新加坡货币 相当于3.4个马来西亚的货币 所以那些想要赚钱的人呢 就会去新加坡上班 但是在新加坡的居住 居住费用是很高的 因此他们会去新加坡上班 然后他们晚上会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里居住 因此就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边界 接壤的地方呢 就能看到这种景象 每天清晨呢 有大量的摩托车 就涌入新加坡 然后到了晚上下班的时候呢 又有大量的摩托车 又从新加坡 又开 就返回到马来西亚 但是因为摩托车是特别危险的 很多人就因此摔断了腿骨折 这就是激情的一个典范 这就是激情的一个典范 人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是不能骑自行车的 他们只能骑自行车 而且他们也买不起车 所以他们只能就是开摩托车 而骑摩托车呢 不会像轿车那样 会制造大量的交通拥挤 叫车的会排队 然后这样如果有堵车呢 他们会在那里排成长龙 但是摩托车呢 会穿梭在所有缝隙之间 就当来回来回穿梭 但是这个就是激情 开不出的人 他们就出马上激情 所以激情首先带来麻烦 今天早上没有设计到一个主题 是三种形态的快乐 第六组 第六组是谈的 本来应该是三种形态的快乐 但是好像更多的涉及到了纯粹工业服务了 无论如何 就是激情属性的快乐 是人们纷纷追求的 激情属性的快乐 一开始像干露 但很快就变成毒药了 你们或许都有自己的体验 我们刚才听到桑丁尼在分享他的体验 所以我们要小心激情 激情看上去一开始貌似是快乐的 但很快他就变成毒药了 我们现在有请桑丁尼在分享 给我们讲善良心态 今次给 hoc coworkers 是皆さん56 我是我们对其他体验 是不相处 是人们小学 日本有机vers 行者 那么山下 所以 现在大家对这个激情的词有新的用法 找到你和激情意思 找到一些你特别喜欢要做的事情 善良属性就像主持人 妈怕不说的要唱颂 然后尊敬所有的人 如果我们要是做所有的事情都出在激情属性之中 那肯定你要指望着有一些糟糕的事情发生 在激情属性之中可求回报 然后善良属性之中呢 我们帮助 善良属性之中我们帮助别人 这就是善良属性的基本特征 据说在八国基督之中有七百个诗节 有一百个诗节讲的都是自然属性 第十四章的标题就是物质自然属性 第十七章也主要在谈论这个 还有第十八章 我们可以提到一种类型的活动 但是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属性之中做这样的活动 所以激情属性经常会转变成愚昧属性 就像是在日本大家工作非常的辛苦 早晨早晨的去上班 晚上很晚还在办公室 然后就去 然后他们去喝酒 愚昧属性 因为整天都非常辛苦的工作 然后就想着怎么去挣钱挣钱 挣更多的钱 所以静疲力竭 然后最后他们就想去忘了这一切 疾病 OCD 这个也是激情属性 也就是那种拥有感 非常强迫性的 而且还有人格紊乱 你去了百货商店 你去了百货商店 看着一个东西 马上就买了 这方面还可以做得更极端 善想属性是更加的平和 快乐 这个是身体上的一些门 有快乐的门 比如说做一个祭祀 然后没有想要任何的回报 这样就属于善良属性 就是出于职责而履行的 还有躯体的苦行 尊敬长辈 尊敬Brahman 尊敬父亲母亲 清洁 这些都是苦行 苦行应该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用言语 讲真话 悦人 正确地朗诵伟达经典 如果我们做到 所有这一切就出在善良属性之中 为了Krishnam的缘故 有这样的苦行 就是说 你是出于超然的信心 然后没有任何的想要回报 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如今不是很常见 不失 不失是虔诚的 但是 如果要是出于职责而履行 不期待任何的回报 恰当的时间和地点 给一个值得的人 那就属于善良属性 如果你给一个没有资格的 布施 然后还想着 我给出去了 但是我期望能够得到 比我给的更多的东西 Papapa给了我们一个长长的一个单子 就比如说你给纯粹的奉献者 你给我们这个Hai Krishna的运动 你这样做的话呢 你可以得到无限的好处 你可能并不一定是得到金钱上的回馈 但是你可以回归守神 Brahman应该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我们说那些受到第二次启迪的奉献者 就要接受了Brahman的启迪的人 我们想让每一个人都成为Brahman 因此我们应该了解到Brahman的品质是什么 刚才我跟马哈达这么提到了 咱们的这个讨论 就是有一组的讨论 是把大家都分成这个不停的 比如说这个是书桌 那个是Brahman 他们这样分类 我是领导 但是那是不对的 比如说你的父母是Brahman 然后你就自然也成了一个Brahman 那是不对的 谈到做饭 在我们的历史上 谁是最著名的擅长做饭的人 谁 Radharani 所以这个做饭不是一种书桌的活动 Gedadhar Pandit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厨师 主持人非常喜欢他做的饭 还有Ragunath Daskoswami 他也特别擅长做饭 Prahman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厨师 他训练了每一个人 并不取决于一个人所做的活动 或者是工作 而是取决于他做这件事情时候的知觉 主持人的奉献者 我不是一个树主 不是一个Vaisya 不是一个Brahman 等等 我是达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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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妩达斯 我是仆人的仆人的仆人 那我们是什么 有人采访毕头士的乔治哈里逊 问他是什么 他说我们是仆人的 他说是泡帕说的 我们是仆人的仆人的仆人 那我是仆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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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仆人 谈到输主如果我们去研究一下输主的品质 我们连输主都够不上 他们非常的谦卑 只想去服务 除了食物和庇护所之外 他们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要求 有多少人如今是这个样子的 Brahman 做Brahman 做Boja 他们是学者去研究 如今的Brahman 去开出租车 他们以为自己是Brahman 他们带着圣线 十路比能买一达 不是大不了的 一个真正的Brahman 他非常的满足 他非常的仁慈和善良 他非常的淳朴 因为Brahman会纯粹地 把他派发出去 现在有很多很富有的Brahman 他们不再去派发布施了 因为他们也不是真正的Brahman 我们说呢 我们成立的委员会 我们学习一些东西 再去教大家 我们了解到了Krishna Brahman可以成为老师 这是一种Brahman 还有菩萨人们 但是一个奉献者是最好的Brahman 自动的 他有可能去做书者的工作 外下的工作 如今呢 这个主流 就是人们对书者的尊敬 比Brahman还要多 现在有很多的 他们被称为是Brahman 但是他们来自于很多不同的宗教 比如说有牧师 有和尚 他们做生意 他们其实是生意人 主要是为了赚钱 甚至打着耶稣的名义 让你变得富有 但是耶稣说要放弃一切 在日本有一些 在日本有一些佛教的寺庙 然后人们就去那儿祈祷 然后就想成为 比如下一世成为国王 但真正的是 我们希望得到对Krishna的爱 超越任何的 去达到一个超越任何物质星球的地方 善良属性本身并不是足够的 我们应该从这个层面开始 修行我们的窥视能知觉 如果我们处在基型属性之中唱诵 一边念诵 一边唱诵 一边想着 我能从中得到什么 那样我们得不到Krishna 我们看起来 我们看起来 好像也是处在基型属性之中 奉献者努力工作 奉献者也赚钱 但奉献者并不声称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 他们努力工作 然后说 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Krishna的仁慈 善良属性意味着身体的九个门 都处在快乐之中 当我们更进化的时候 我们可以实际地见到Krishna 见到灵魂 我们为慈而努力 还有人提到了食物 如果我们吃基型属性之中的食物 我们就会非常焦虑 如果吃愚昧属性之中的东西 会变得昏昏欲睡 这是Krishna如何的 想要帮助我们的办法 我们应该在善良属性之中 为Krishna而做饭 不应该吃那些 比如太苦 太咸 太辣之类的东西 太多的酱油 对吗 我去过一个健康诊所 遇到一个人 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他说我必须得吃酱油 然后我的父亲 他长都没长就放好多盐 我妈妈就在哭 我本来他想好好地做 结果我的父亲就拼命地放盐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厨师 那奉献者们就拼命地 往那菜里倒酱油 但是吃起来味道并不好 他们其实品尝的就是 葱 蒜 辣椒 他们并没有真正去品尝食物的味道 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主菜 觉得根本没有味道 但其实吃起来味道很好 你得好好嚼 如果你的舌头已经都被辣椒 被盐啊 被那些东西覆盖了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品尝食物的真正味道 善良属性以后给我们带来 受到局限的快乐 各种物质自然属性 他们是竞逐优势的 有的时候占上风的是 激情属性或者善良属性 或者是愚昧属性 我们必须要选择 当身体的九个门 都受到知识的照耀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就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因为当我们住在善良属性之中 我们就不会有这种骚痒 不会有这种疯狂 前程活动应该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只有在善良属性之中 才能够发展出真正的知识 也就是对Krishner的知识 当我们得到了这个知识 然后这个知识是灵性的 我们可以去好好地修行 据说这个善良属性 这是循序渐进的 达到更高的星球 但是我们想要去的是Krishner那里 尽管是物质自然属性在起作用 但是愚蠢的人认为 我才是作为者 Karta Hamiti Manete 我在做所有的一切 但其实是由物质自然属性所履行的 我们需要超越物质自然属性 达到Sutta Sattva 纯粹善良属性的层面 我们想努力地去达到 善良属性的层面 我们去尝试甚至Kirtan的时候 也可以努力 这个Kirtan的声音应该足够大 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但别大到了 把别人的耳膜都震破的程度 就在我来这之前 我进行了一场听力测试 有一个医生 他说如果别人去看一下 你这个听力测试的结果 他们会认为你是一个狙击手 他说不要再去参加大声的Kirtan了 他的耳朵里就是 马上去说耳朵里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杂音 但年轻人似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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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崇高 中国的这种烹调 其实是非常有善良属性的 就是从一般的这些角度来讲 你怎么跟别人讲话 你都要处在善良属性之中 这些都需要练习 关于愚昧属性的全都是广告 比如说享受得到更多更多再多 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得到无限的财富 只是来参加我的研讨会 只要在底下按一下就行 然后我就会变富有 然后呢到最后的时候 我告诉你怎么变得富有 你先给我付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我告诉你这个 然后他们就会说 如果你要是得到这个秘密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钱 如果不起作用的话 就证明你没掌握方法 但物质的东西就是 无论你做得有多对 但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卡尔玛的话 你还是得不到 但是灵性的进步 只取决于你的努力 跟卡尔玛没有关系 跟卡尔玛没有任何的关系 一旦我们明白了 我们就可以跟任何的人去布道 有一个奉献者问 我在东方传播的 就是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我的答案就是说 无论在任何地方你去布道 你去传播的话 这困难就在于 你提前去给别人去分类 你提前就去判断别人 这样你就觉得这个人 他肯定不会听的 那个人好像是没希望了 可是说了帕帕不是 在他面前 他认为你就是一个灵魂 忘记了亏是呢 这是为什么在他讲了之后 大家都顶拜 马达就更多要说的吗 我先读一诗 我先读一诗 在圣经的巴格巴掌 我们可以读乎 我们可以读乎 Sutta Goswami 他在圣经的佛加法坛中 谈到了三种形态当中的奉爱服务 让我们提升到纯粹的奉爱服务 EVAMPRASANAMANASO BHAVATATPAKTIYOGATA BHAVATATPHAVIKYANA MUKTASANGASHAJAYA BHAVATATPHAVIKYANA Thus established in the mode of goodness the man rejuvenated by devotional service gains liberation from the material nature and comes to know scientifically the personality of Godhead 只是让自己稳住于善良属性当中 这样当一个人在奉爱服务当中 感到生机勃勃的时候 他就能够从物质存在当中得到解脱 So our Krish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 is really to introduce us to the mode of goodness to help us to cultivate that mode of goodness 我们的Krishna 知觉运动实际上就是 让人们能够去培养善良属性 You can see all your ladies come now you wear long dresses previously before coming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you were in shorts and whatever 我们女士们我们现在都身着长长的沙粒 长长的裙子 但是在此之前呢 我们都会穿着很短的衣服 短衫短裤 我们成为奉献者之后呢 我们会每天沐浴 在成为奉献者之前呢 我们可能没有养成沐浴的习惯 我们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巨大的转变 圣帕巴德打了一个比方说 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 当她成婚之后呢 她会结交新朋友 而她会失去一些老的朋友 so similarly when we come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we go through these kind of changes you know some people who you thought were your friends but when you become a vegetarian oh no you know then they go off they don't want to be friends anymore 我们成为奉献者之后呢 我们就会失去一些旧的朋友 然后我们会觉得以前的那些朋友呢 都是狐朋狗友 不再想跟他们打交道了 而我们希望能够结交到新的朋友 there has to be change coming to Krishna consciousness there has to be a change in our lifestyle 进入到Krishna之觉之后呢 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Maharaj was talking about the caste system the Vanashram system and Prabhupada in many places explained that the system of designating people Brahman, Shaktri, Vaishya, Sudra that this is not hereditary 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种性制度 圣帕巴巴德说呢 Suzra, Vaishya, Chacharya, Brahmana 这个并不是世袭的继承下来的 people generally think you know if you're born in the Brahmana family you're a Brahmana 人们通常以为只要单身在Brahman的家庭 你就自动就成为一位Brahmana了 just like in India somebody we may be called Sharma Sharma means he's a Brahman kind 在印度有的人呢 他名字里面有Sharma Sharma的意思呢 就是Brahmana的种性 but he may be by qualities he may simply be Sudra 但是这个人的品质 可能他是舒者的品质 he may be meat eater he may be drunkard he may be debachi 他可能是肉食者 他可能是酗酒者 他可能是追逐女色的人 but by name he's Brahmana 他只是名义上的Brahman but without the qualities of the Brahmana 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有Brahmana品质的人 so the Krishna conscious teaching is that one shouldn't just think he's a Brahmana just simply by birth but one has to develop the qualities of that Brahmana Krishnam的教导 是一个人不应该是 凭着他的出身 就号称他自己是Brahmana 而应该是按照他的资格 他的品质 来确定他是否是Brahmana coming to the mode of goodness then it's much easier to transcend the material nature 当一个人达到善良形态的时候 他就能够很容易轻而易举地超越善良形态 the goal is not just to be a Brahmana but the goal is to go on from the mode of goodness to become Vaishnova 目标不是成为一位Brahmana 目标是超越Brahmana的层面 去成为一位Vishnova Vishnova's position is transcendental Vishnova地位是超然的地位 but Prabhupada was always saying to us don't think you are Vaishnova you're trying to become Vaishnova 圣帕帕德警告我们说 不要自认为是Vishnova 而应该认为自己在努力地去成为一位Vishnova so coming up to that level you have to come up to out of the mode of passion and ignorance and come up to the mode of goodness 要想达到这样的层面 一个人必须要摆脱激情的属性 来到至少来到善良属性 so we can judge for ourselves how much progress we've made in Krishna consciousness by how much you're getting free of passion and ignorance 我们可以这样来判断 自己是否在Krishna之觉当中 取得多大的进步 就是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上 已经摆脱了激情 和愚昧的属性的影响 and how to recognize that mode of passion and ignorance passion and ignorance is understood by lust anger and greed 那怎样辨认一个人 他到底受激情和愚昧属性的影响 我们越是非常渴望的能够进行物质的享乐 心中还有愤怒和嫉妒的时候 就是说明我们受到了愚昧和激情熟性的影响 so we want to be careful to keep away from these modes the lower modes and try to keep ourselves situated more towards the mode of goodness and to transcend the modes 我们要很小心 仔细地让自己避免 远离激情和愚昧属性的影响 而来到善良属性当中 之继而又超越了善良属性到超然层面 how to do it well krishna gives us the advice in the bhagavad-gita in the 14th chapter 那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 主 krishna在《伯家梵歌》第14章就给了我们建议 jalangi madaji quoted the verse to us when she gave bhagavatam class the other morning jalangi madaji有一天早上在讲圣典的伯家话谈早课的时候 引述了一个诗节 man tayo vayabhicharena bhagviyogena sivate sabhunam samatayakam brahma bhujaya konghute that one who engages in my devotional service that he at once transcends the modes of material nature and comes to the level of brahma 谁从事为我做奉爱服务 就毕即超越了物质自然属性的影响 来到的brahma 范的层面 so we have to endeavor for that we have to endeavor to avoid these lower modes to come up to the higher platform 所以我们要为此而努力 要远离激情和愚昧的低等的属性 来达到更高的层面 when we get very angry sometimes you feel very angry maybe your husband and maybe your children or something they make you so angry what to do you don't fight for them you get your beat back and you go out for a chapel walk 有的时候呢 当你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感到非常气愤的时候 在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马上拿起你的念珠袋 到户外去进行japa 一边散步一边japa 在我们这里呢 有非常美好的Krishna智杰的家庭 他们有非常优秀的男孩 姑娘 他们都是奉献者 一家奉献者 这些孩子从出生的时候就被带到庙里来参加kirtan去见神像 so it's a special birth to have that opportunity it's very fortunate 有这样的出生呢 是非常的特殊的出生 他有这样的机会 so Krishna consciousness is something very special we have to value it we have to treasure it Krishna智觉是非常的珍贵的 我们必须要珍视他 非常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to be very fearful of passion and ignorance 与此同时呢 我们应该对激情和愚昧呢 有这种恐惧感 we want to be on guard against it 我们要对此警醒 I used to have this one boy on my thank you time party I had a thank you time party one time and I had this one boy on my thank you time party He used to be a boxer we had this one boy on my thank you time party he used to be a boxer 伸手就告诉Mara说 当她在拳击比赛的时候 她必须要进攻防御 这两方面都要注意 一旦你把自己的拳头放下的时候 对手就一拳击中你的下巴 你就完蛋了 所以拳击手呢 我们看到他们就总是保持这种姿势 两个拳头就在自己的脸前面保护自己 我们也应该像这样 我们要注意防御防守 要防御低等的物质自然属性 倘若你稍不留神的话 Maya就马上就会进攻的 接着你就会有大麻烦 谁要是想摆脱Maya虚幻呢 就要保持在Krishna之间当中 保持不断的念诵 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萨达纳 规范修行 每天清晨早起去崇拜Krishna 阅读Krishna的书籍 如果遵守这个程序就能获得结果 如果遵守这个程序就能获得结果 Krishna之间的书类 确实的直觉完全取决于你投入多少 这个跟物质的karma的这种夜报的活动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做karma的夜报活动 比如说你去投资 你得到很多的教育 但不一定你一定能挣钱 有一个人挣钱 有一个人可能不挣钱 可是确实的直觉呢 你完全的去努力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好的结果 跟karma是无关的 所以确实的直觉是不取决于karma的 不 取决于你的愿望 这些小孩怎么样 他们出生在奉献者的家庭 这难道不是他们的karma吗 这不是由于karma 这是因为他们前世的奉献服务 这些小孩出生在奉献者的家庭之中 不是因为karma 举一个关于自然属性的例子 怕不怕举的例子 不同的动物 猴子属于愚昧属性 他们非常的聪明 可是就是到处的一直捣乱 打架 一直在互相打架 一直互相的进行性行为 激情属性的动物 老虎 狮子之类的 他们行动很迅速 得到很快 就会得到结果 他们找到食物 吃了之后 后来就会一直睡觉 乳牛代表善良属性 乳牛可以满足人类所有的需求 他们只吃草 希望还是能够有草给他们吃的 他们只是给予 我们看到乳牛 这是前天吧 他们特别好 他们产奶 用牛奶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东西 这个牛是非常有价值的 死了之后皮也是有价值的 牛粪牛尿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你越去研究 你越会发现 能够用他们做多少的东西 那么就给出一些概念 比如就是对于人的概念有的 比如举例子是猴子 达尔文说我们的祖先都是猴子 帕帕德说他的祖先是猴子 我的不是 不可能猴子自动的就变成人 他们变不着 但是很多的人可以变成猴子 他们的活动就像猴子 在本达尔文的猴子 难道不是幸运的吗 是的 他们都是负献者 帕帕帕德说在前一时 他们都是帕帕帕们 他们都是圣地的居民 但是因为他们追随了猴子们的榜样 做非法性行为 所以他们再次投身为猴子 但是他们仍然出生在伟达尔文 但如果他们在伟达尔文死去的话 他们还是可以回归的 但不要认为你也可以那样做 因为现在很多人把好多的猴子 都带离了伟达尔文 然后把这些猴子送到 比如英国的实验室 去全世界各地的地方 去做一些试验 我们要小心 不要冒险 有的时候奉献者到了伟达尔文 就想着 我现在在伟达尔文 不用担心了 我不用修行了 我现在必须得走了 你可以继续讲 马哈拉夫 要在线 他要讲一堂课 接下来我们做二题 就這樣我看到就好啦 像切鑫鑫鑫鑫鑫鑫鑫这些 業初时间